英国老牌工业强国 以科学实证为价值标准 凡事都讲求时效 功夫也不例外 胜负输赢 是人们对功夫强弱的唯一评判标准 总是在电影中出现的少林功夫 在这里一度遭遇质疑与挑战 伦敦经常有交流赛 每一个交流赛都跑不了 料有实战 无论是泰拳也好 空虎道也好 泰拳道也好 都有实战 钢牌神赛 他们跟他们搞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超气的 他们一听是中国功夫 他们就笑 他们就摆出一些 什么猴的动作 鹤星的动作 虎拳 就是当玩笑说 他们会用这些东西 但是根本就经不起打 那我带了天神去了之后 不但没有把我全打拔下 我们把他们打拔下 像九八九只的话呢 在这边来看是站了这脚 依靠拳头打天下 事言之 几乎打遍了伦敦街头 大大小小的各路拳馆 三年之后 终于让少林功夫 在伦敦有了块落脚之地 今天欧洲各地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慕名前来伦敦 败在世言姿门下 学习少林功夫 但对于少林武僧 誓言姿来说 要向真正获得功夫 这片蓝天 还得新手相传 有一批人 不是冲着实战功夫来的 他是冲着身体来的 这个在西方还比较多 但是作为我们文化传承者 这个不是最真正的目的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 要把我们少林的精神 还有少林的文化 传承到英国本土人 他们是传人 下一代 他们接这个班 他们能够把它 严得转下去 阿庆 试言姿 正在培养的二十位 英国本土教练之一 阿庆 动画设计师 此刻 他必须尽快完成 手中的设计 赶往城市 另一端的少林文化 文化传播中心 下午 有一场重要的考核 正在等着他 那是并不 是先必须尽 你还不愿意不停 行吗 不愿意不停 你还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今天 誓言资仍然坚持开管授图 而誓言雷也绝不放弃 用现代媒介去传播功夫 一步一个脚印的 我们就必须要培养这样的人才 当你有了这种实际的人 能够站出来正面的时候 传播出的弘扬就有了希望 几天后 阿庆通过了测试 正式上岗成为一名教练 如今 誓言资的洋弟子们 作为使者 将少林功夫 教授给更多热爱 中国功夫的人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